师父能和您谈关心吗 之前我有一个谈了两年的男朋友 家里人不知道 但生活一直太过于平淡 我感觉这生活太有意思了 有点失去信心 然后这个时候 父母给我介绍了一个男朋友 家里条件也非常好 然后我就跟他在一起了 但是在一起之后 时间长了 我感觉他还不如我前男友 我感觉现在太迷了 您给指令一下吗 此山如何 伟岸 高大 宇宝 秀美 跟我上山吧 我感觉到了 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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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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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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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 夜色火火 万事点灯 万事点灯 师父好累啊 要不咱别跑了吧 再坚持一下 你刚才看到的山 现在感觉如何 这个山不好 树也没长好 不过远远望去 对面的山更美啊 当你认识一个人时 就是远看高山 眼中满是崇拜 了解了 就是上山 你看到的都是普通细节 到了山顶 你眼中也只是看到 另外一座山儿 山没有变 是你的心变了 你的心变了 眼神就变了 没有了崇拜 山就不再违爱 你抱怨越多 伤害就越多 你为什么能在山顶 看到其他的高山 是因为你脚下踩的山 提升了你的眼光而已 一个人只有懂得珍惜 现在所拥有的 才会真正幸福 不懂珍惜 给你做金山 也不会快乐 不懂宽容 再多的朋友 也终将离去 不懂感恩 再优秀 也难以成功 不懂行动 再聪明 也难以圆 不懂合作 再拼搏 也难以大成 不懂积累 再挣钱 也难以大富 不懂满足 再富有 也难以幸福 不懂养生 再治疗 也难以长寿